20号首批从加沙地带西法医院转移出来的早产儿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 世卫组织证实一些早产儿被转移至西南半岛北部阿里什的医院 还有一些被送至开罗的医院 世卫组织目前对这些早产儿的身体状况持谨慎乐观态度 他们未来一段时间需要接受重症监护 由于太脆弱 这些早产儿在转移到埃及之前 先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的医院接受身体检查 此时这些早产儿的家人终于有机会来到医院看望自己的孩子 一位母亲说这是自冲突爆发以来 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双胞胎孩子 随后这些早产儿的母亲与医护人员一起陪着孩子来到埃及接受治疗 暂时离开了战火纷飞的加沙地带 早产儿生的希望得以延续 但母亲们仍然不得不面对孩子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流离失所的现实 这些早产儿的状态 我走到我的房子 我走去房子 我太想死了 我都在房子 我回到房子 我走去房子 我走到房子 我走在房子 我走到房子 我走到房子 我都死了 我都死了 但我们继续拒绝了